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是个小说作者。 每天赶稿到深夜,在饥饿和催更的双倍打击下,我疯了。 连夜登陆社交网站,激情开卖,相处七年的未婚夫居然勾引我闺蜜,无数次的忍耐换来的是变本加厉。 与我五十,听我的复仇大计。帖子一发,我淤积在胸口的闷气,才逐渐消散。 发疯真不错,发疯有益于身体健康。 伴随着短暂的提示音,手机屏幕弹出提示消息,手机光光联想,转屏赞秒过万。 有人说,作者醒醒,你火了。 我网上一扫,瞳孔地震。 糟糕,忘切小号。 我死都想不到,这辈子第一次上热门,是因为造谣未婚夫劈腿。 短暂的几分钟后,手机银行卡到账五十万,外加一条冷冰冰的留言,赚了,说。 说不出来,就死。 我和傅京订婚七年了,据少离多。 他因为生意原因,常年驻扎海外。 逢年过节冷冰冰地问候短信,也是由他的助理代劳。 相比之下,我在财经杂志上见到他的机会比较多。 最近一次见面,是前年他回国的时候。 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个便饭。 双方父母提及婚事,他淡淡回绝,再说吧,没时间。 当晚他接了个电话,立刻起身告辞。 留下两家人略显尴尬。 因为大家都知道,傅京心里有个白月光,死了。 闺蜜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白月光是傅京的初恋。 早些年,因为女方父母强烈反对,两人没在一起。 后来等他想娶时,人却走了。 不过,我俩是商业联姻,订婚的目的就是双方共同发展,不存在感情纠葛。 现在我一句话,把傅京送上娱乐板块热搜,这婚大概率是结不成了。 此时,我妈正在电话里臭骂我,马上给傅总赔礼道歉。 要是毁了联姻,你就卷铺盖,跟你的杂志社一起滚蛋。 杂志社是我的梦想,可惜大环境不景气,在破产的边缘左右徘徊。 我费尽心思把他盘活,前不久卖了剧本,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遭受致命打击。 我战战兢兢给傅京发了条消息,对不起,我忘切小号了。 提心吊胆地等到傍晚,手机突然亮了。 傅京,我在机场,半个小时后到家。 晚上十点的酒吧,声色全马。 我躺在闺蜜怀里,纸醉金迷,所以,你就这么逃出来了。 几两洋酒灌得我五迷三道,我笑咪咪地凑过去,不然还等着他跟我退婚吗? 人在气头上最容易冲动,等风头过了,我再好好跟他说。 至少先保住我的杂志社。 灯光闪烁明灭,不远处,一小帅哥端着酒杯路过,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恰巧,他也转过头来看我,一正,摸出了手机。 一般这种情况,就代表他想要我的联系方式。 真可爱。 你瞅,我还是有市场的。 我踩着高跟鞋,龙起锤在胸前的长发,露出两痕诱人的锁骨, 乒乒鸟鸟地走过去,帅哥一个人吗? 你看起来像我一个朋友,加个小帅哥抱着电话,后退一步,都快哭了。 哥,人找到了,嫂子又又又跟我要联系方式了。 如果此时我清醒,会发现自己正在跟父亲的亲弟弟,父亲搭讪。 而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犯案了。 半个小时后,我被父亲架着,走出酒吧,嘴里叙叙叨叨, 你比我未婚夫帅,知道吗? 我俩要是掰了,你要不要考虑当上门女婿? 哥,父亲向扔一块烫手山芋,把最熏熏的我扔进了一辆劳斯莱斯后座。 我软绵绵地倒在一个人身上,宽阔的大手稳稳拖住我的侧腰, 低沉的声音响起他喝了多少,不多,也就半瓶。 我含糊地回答,撑着他的大腿坐在他腿上,眯眼盯了半天。 一个面容冷峻的男人,绵绵小雨,挡不住他眉宇间的金贵和伶俐。 是我的菜。 我软趴趴地靠着他,含糊道,行啊,你也行,两个一起来吧。 他捂住了我的嘴,视线冷冷头向窗外,半瓶皮地醉成这样。 父亲脸一垮,福特加,一瓶跟个可乐桶似的。 哥,这次我真没勾引嫂子,是他主动过来的。 其实这也不能怪我,谁让他们附加基因一脉相承,兄弟俩的长相完美采中了我的审美。 我和父亲年纪相仿,他是我的学弟。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撩过他,只不过太腼腆了,没什么下文。 我这人记性不好,大一撩过,大肆遇见,觉得眼熟,又撩了一次,还正好当着父亲家长的面。 那天他的家长是父亲,窗外的鱼有变大的趋势。 我半眯着眼,靠在父亲肩头,嘴里嘟囔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父亲因为深夜逛酒吧,被父亲的人扭送回家。 我轻轻热热地靠过去,揪住父亲的领带,哥哥,结婚吗? 小声的咕弄随着酒气,钻进父亲耳朵里。 他喉结圆润地一滚,古井无波的眸子越发暗沉。 江浅,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 见我不答,曲起指节抵住我的下额,微微一抬,迫使我对上他的眼睛。 我是父亲,不是父亲。 他一身黑色西装,面容冷峻,举手投足间调动了我不安的情绪。 我开始躁动起来,父亲的食指搭在按钮上,黑色车窗缓缓升起,阻隔了窗外的喧嚣。 我撑着父亲的大腿,支起半个身子,食指比在他冰凉的唇半上。 嘘,听话熬,咱们今晚不提纳会起东西。 父亲气笑了,暗沉沉的视线盯着我的脸,会起东西。 嗯,你看什么呢?暧昧的氛围在黑暗中默默流淌,我嘟嘟囊囊地起身,一个打滑,眼看就要亲在他的唇上。 下一秒,西装罩住了我的头,父亲的脸消失了,眼前一片黑暗。 我皱了皱眉,刚想正开,被他一把攥住了手腕。 能对父亲撩头发,盖我的衣服就不行。 他逼沉的声音灌进耳朵里,粗糙的拇指在我手腕内侧细细地抹萨。 我哼起了几声,反倒被他大腿一横,禁锢在角落里。 父亲语气陡然严厉,别乱动。 窗外下着雨,拥挤的车流将回家的路程无限拉长。 西装外套还留有他的余温,淡淡的弹香调,余韵悠长。 透过西装下面的缝隙,我看见父亲的衬衣袖口处露出一节腕骨, 上面带着一串价格不菲的老山坛。 心血来潮得伸手摸了摸。 喜欢吗? 我顶着他的西装外套,看不见人,只好像个喝醉了的眉头苍蝇, 胡乱点着,喜欢。 他撸下来,戴在我手腕上,给你了。 我笑出声,含混咕弄,好东西。 父亲似乎也笑了,是,好东西。 当初,我和父亲订婚时,他曾经从自己名下播出一套房产给我住, 做给媒体看。 之后他来过几次,跟我吃个饭,却从不留宿。 其余的时候,都住在他城郊的私宅里。 我没去过,大概率,也不是我能踏足的地方。 我拉着父亲,摇摇晃晃地进了电梯,靠在电梯壁上,搂着他。 待会儿我先进,要是他在家,你就跑,明白吗? 悠悠然然的檀香骤然被拉进,酿出暧昧的气息。 他垂眼,不动声色地盯着我,你总带人回家。 我意味深长地笑笑,当然不是。 可是受制于人的日子,我过够了。 我正年轻,也喜欢看帅哥,谈恋爱,凭什么父亲喜欢别人, 我就得给他守活寡。 叮,电梯到了。 我输了两遍密码,才打开门。 家里还维持着我走前的样子, 从前的灰色简约风早已不复存在, 窗帘换成了鹅黄色,餐桌铺上了蕾丝花布。 我拽住他的领带,拖进来,真是天助我也呀。 傅京突然单手扣住我的腰,走进浴室。 你放我下来。 浴室暖黄的灯光勾勒出他立体的面部轮廓。 我心里咯噔一声,你怎么跟我未婚夫这么想? 傅京眼皮一掀,没有理我。 我突然间酒醒了,想跑,被他轻而易举地抓住。 救命啊,傻气骗宝啊,他捂住我的嘴, 挽起袖子在旁边蹲下, 谢谢提醒,下次给你买个保险。 过程太长,太复杂,一些细节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在我将一泡温水浇在他衬衣上, 一头栽倒在他怀里开始, 事情就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急速进展。 等忙活完,已经后半夜了。 我浑身发沉,听见了窗外的雷声, 却睁不开眼。 傅京正在跟人讲电话, 女孩子的哭声顺着听筒断断续续传出来。 好,别怕,我过去。 他语气很轻,生怕吓到对面。 等第二天,我再睁眼,人去传空。 阳光明媚的午后,傅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 我坐在傅京对面,鼓足勇气,说,分手吧。 傅京正在看东西,半张脸沐浴在日光里, 令人目眩神迷。 听到我的话, 他不冷不热地从文件上抬起眼睛, 轻轻挑眉看我。 如果我没记错, 昨晚你还要跟我结婚。 明明是正人君子般的目光, 却含着一丝把人抽筋包皮的野蛮, 让我突然回忆起昨晚滚烫的记忆, 不由地耳根发热。 这种感觉只是很短暂的一瞬, 快得像错觉。 我轻轻嗓子, 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了, 说了五个字, 我们不合适。 傅京仔细打量我过后, 唇角扬了扬。 可以, 陪我参加宴会, 我就答应你。 见我坐着没动, 傅京悬上钢笔, 直击要害, 有帅哥。 成交。 晚上七点, 宴会公筹交错。 我挽着傅京的手臂, 瞬间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 毕竟这么多年来, 外界对于傅京的传言有些复杂, 大家更好奇傅京的白月光是何方神圣。 傅京游刃有余地带着我穿梭在生意伙伴之间。 我面带微笑, 看似应酬, 实则已经浑游天外。 真是帅的, 各有千秋啊。 越看我脸颊越热,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眼珠黑亮黑亮的。 仿佛鱼儿被放归了大海。 傅京也不管我, 任我自由行动。 姐姐你好, 我叫白乔乔。 当我加了第38个联系人后, 遇到了今晚第一个女孩子。 她穿了深白裙子, 脸上还戴着初入社会的单纯, 秋潭湿的眼睛满是热忱。 我是个小演员, 这次来是为了拓宽人脉的, 能认识您, 真是天大的荣幸。 她漂亮地让人一不开眼。 姐姐, 这串老山潭一定很贵吧? 突然地靠近, 让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枝子花香。 下一秒, 手腕已经被她端起来, 细细妈撒。 我回神, 脸有些热。 嗯, 未婚夫送的。 你未婚夫真有钱, 她低着头, 露出洁白修长的梗子, 在手提包里翻找什么。 突然, 她掏出一串手边绳, 靠近我, 不像我, 只能送姐姐这种亲手编织的东西 当见面离, 你不要生气。 那手编绳工艺精巧, 一看就是费了心思的。 她不急不慢地给我戴在手腕上, 趁低头的时候, 轻声问, 那么, 姐姐愿不愿意给我个联系方式呢? 宴会结束后, 我坐在花园里, 听闺蜜嘲笑我。 哈哈, 你别告诉我, 你背个女的聊了? 你闭嘴。 我捂着听筒, 反正我不管, 就让她来演我女医。 大小姐, 你上次捧的小花 已经跟男人跑了。 我认认真真的说, 不, 她不一样, 她看着就很善良。 我没想到负精竟然出而返而, 之后几天, 还有大大小小的宴会需要我陪她出席。 现在好了, 婚约没解除, 生意圈里的人都知道我是她未婚妻。 某天酒宴结束后, 我苦大愁深地盯着负精看, 路灯被车窗切割成一段段的, 无声划过负精那张俊逸的脸。 怎么了? 她问, 我觉得你在框我。 负精的视线落在我的唇上, 深深地看了一眼, 我说陪我参加几场了吗? 没有。 宴会上没有帅哥? 有。 负精轻轻笑出声, 那我框你什么了? 我成了她办公室里的常客, 桌子上的零食越摆越多, 奶茶无限量供应。 大多数时候, 我都因为血糖太高, 在沙发上昏睡。 醒来的时候, 总能对上负精慈爱的目光。 白乔乔每天准时问好, 姐姐吃早饭了吗? 今天下雨, 要注意保暖, 偶尔还会收到她送来的手作。 几天后, 我在剧本会上又见到了白乔乔。 她今天换了一款香水, 刚进场就支着头, 对我笑。 姐姐, 要去我屋里喝酒吗? 嗯, 我最近感冒, 吃头包呢。 结果当晚, 我在剧组的酒店楼下散步。 隔壁灌木丛, 传来白乔乔的声音, 剧组好累哦。 傅先生, 我不想拍吻戏。 昏暗的灯光下, 傅精站在白乔乔身边, 白乔乔正在朝他撒娇。 那一刻, 我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还碎了两次。 傅精微微皱眉, 我记得, 很早之前就跟他们说过这事。 这次是新人, 不了解也很正常嘛。 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傅精, 傅先生, 求你了。 可以, 我让他们删。 几分钟后, 我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投资方的意思是, 白乔乔不能有吻戏, 其余的你看着安排。 那一刻, 我晴天霹雳, 我看上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在一起了。 当晚, 我在闺蜜怀中鸣顶大醉, 伤心欲绝。 他拉着脸, 说, 江浅, 你能不能长点心?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做眼狗是要人才两空的, 你明不明白? 可是他对我好。 什么叫对你好? 给我买早点, 让我加衣服, 跟我说晚安。 正巧这时, 白巧巧给我发来短信, 姐姐, 今晚的月亮好美, 你看到了吗? 手机啪哒掉在地上, 我啜泣着, 对在闺蜜丰满的怀里, 像个受伤的小狗, 好茶, 好茶呀。 他忍无可忍, 滚。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被抱进 傅京的劳斯莱斯的。 窗外的景色, 无声向后退去, 我靠在车窗上, 默默流泪。 傅京叹了口气, 又怎么了? 我的眼泪大串大串往下掉, 难过得要死, 磨磨蹭蹭地爬到他腿上, 拿肿成核桃的两只眼对着他。 傅先生, 我们三个真的不能在一起吗? 傅京额脚地青筋跳了跳, 双手扶住我的腰, 确保我不会栽下去, 才认命道, 说吧, 你又看上谁了? 我只顾躺眼泪, 也不说话, 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眼线都花了。 傅京拍着我的背, 说, 江浅, 我的感情里, 不允许有第三个人。 这句话无疑判了我的死刑。 一股无名火在心里发酵, 我猛地抵住傅京的胸膛, 像看仇人一样看着他。 我恨你。 傅京表情一僵, 眯了眯眼, 你再说一遍。 我恨你。 他气笑了, 就因为我不让你找别人。 你讲不讲理。 他轻轻一压, 我就像一滩烂泥, 摔在傅京怀里。 他摸着我的头发, 轻声说, 江浅, 只要我还活着, 你想都不要想。 我被傅京强行带回了公寓, 摁着洗了澡, 抱在怀里睡觉。 梦里, 傅京和白乔乔拉着手, 站在一起, 说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在睁眼, 天色大亮, 傅京已经不见了踪影。 宿醉让额头隐隐作痛, 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去交删减版的剧本。 露天花园上人, 零零散散的。 不远处, 白乔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的耳朵。 傅先生对我很好, 我不喜欢做的事也不勉强, 每年都会陪我过生日。 周围一群起哄的, 哇, 有他捧你, 早晚会火的。 白乔乔轻轻笑出声来, 嗯, 我知道, 他心里有我, 再等等吧, 他还有未婚妻呢。 几分钟后, 我把他堵在了花园的一角。 他短暂地诧异之后, 露出一抹微笑,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板着脸,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我是谁? 白乔乔身子一僵, 笑容渐渐消失。 嘘寒问暖, 也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 他沉默着, 很久才说了句, 对不起。 我压着怒气, 眼眶发酸, 开个架吧, 怎么样你, 才肯离开他。 我想你误会了, 我语速飞快, 二百万, 还是四百万, 你说, 我都出得起。 白乔乔脸色一板, 语气生硬, 我要见父先生, 你不知道我们的过往, 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我沉默了片刻, 并不想理他, 突然转身就走, 只听后面一声尖叫, 白乔乔冬的一声撞在我胸口, 我上衣的拉链, 刚好紧紧咬住了他的头发。 在我还没法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他一撸袖子, 抓住我的头发, 跟我四打在一起。 我俩的动静, 惊动了其他人。 半个小时后, 我和白乔乔都被人送到了医院, 白乔乔的胳膊上, 抓出一道淡淡的血痕, 我的则在脸上。 两个人的头发都乱糟糟的。 我的脚腕上还有擦到石头上滑出的血痕, 正在鼓鼓冒血。 由于我伤口比较严重, 优先被医生拉到了青窗室。 清理完窗口, 医生扶着我往外走, 一推开门, 就看到腹精背对着我站在白巧巧面前。 他个头高挑, 肩膀上淋了雨, 连伞都没来得及打。 应该是匆忙赶来的。 傅先生, 只不过是商业联姻, 他有什么资格管你的私事。 白乔乔捂着胳膊上的伤口, 情绪激动, 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我不想再看到他。 开门声引起了傅精的注意。 我翘着一条腿, 狼狈地站在青窗室门口。 傅精转身, 白巧巧被他严严实实地挡在了身后。 他无声地望过来, 眼眸黑沉沉的, 往日对待我还算温和的脸上, 没有一丝笑意。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拉着脸, 静静和他对峙几秒后, 突然朝白巧巧冲过去, 无耻, 感情的骗子。 白巧巧先是一正, 没料到我敢当着腹精的面开战, 随后也不甘示弱。 好不容易停歇的战争一触即燃。 众人一拥而上, 场面乱作一团。 白巧巧的尖叫声冲破人群, 他先动的手, 我要报警。 最后, 傅精抱着我挤出人群。 我趴在他肩膀上, 怒喊, 我不拍了, 我要换女主。 傅精把我摁在怀里, 立声道, 江浅, 你消停点, 刚给你包扎好。 但我情绪激动, 实在摁不住, 正开他的手, 你们狼狈为奸。 傅精额头青筋暴跳, 我可以解释。 这句话给我气笑了, 只不过是商业联姻, 他有什么资格管你的私事, 我扁着嘴, 阴阳怪气地学白巧巧说话, 你早不解释, 晚不解释。 哦, 矛盾爆发了, 你解释了, 谁信呢? 傅精一路扛着我, 不顾我的尖叫, 塞进了劳斯莱斯, 车门一关, 隔绝了外面的喧闹。 我头发像个鸡窝, 潦草地挣扎着, 我要解除婚约。 傅精把住我乱蹬乱踹的脚, 低喝道, 安静点。 他一说, 我就真的安静了, 眼里含着一包泪, 发出了开水壶一般的哭声。 傅精眼皮一跳, 叹了口气。 他姐姐救过我的命, 死前托我照顾白巧巧, 仅此而已。 行啊, 你跟他结婚, 更方便。 我已经跟你订婚了。 傅精语气严肃认真, 不会跟别人结婚。 你刚才凶我, 我哪凶你了? 你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浅浅, 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傅精掰起我的头, 第一次用如此认真的语气问,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突然跑去找白巧巧打架? 这些不都该说吗? 我憋着眼泪, 开始打嗝。 傅精笑了, 你想让我解释, 我总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才能对症下药吧。 我努力憋着枯壳, 一哆嗦一哆嗦的, 那, 那就从你凌晨一点跑出去, 当护花使者开始说。 傅精表情一空, 陷入了回忆, 哪个凌晨? 我怒了, 抢过他的手机, 翻到那天一点的通话记录, 回拨过去。 一脸猙獰地说道, 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你等着, 白巧巧要是接了, 我骂死你。 喂, 傅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我突然一顿, 愣住了。 是女孩子的声音, 只是不太一样。 傅精在我的注视下, 突然仰起霉, 眼底露出一丝笑意。 我呆呆地举着手机, 心里打起小鼓。 这不会是他的下属吧? 喂, 傅先生, 您在听吗? 傅精盯着我, 微微俯身, 靠近听筒, 替我解了围那天的案子, 警察怎么说? 哦, 小偷抓到了, 夫人受了惊, 最近睡不好, 刚从医院开了些安眠药回来。 嗯, 知道了。 挂掉电话, 傅精饶有兴趣地盯着我错愕的脸, 他是我家保姆。 那天凌晨给我打电话, 家里进了小偷。 我没想到, 你会对私宅的事感兴趣, 如果以后需要我跟你报备, 我很乐意。 不可能。 我不信邪地扒拉着傅精的手机通话记录, 傅精确实给家里打过三通电话, 还有一条报警记录。 我底气不足地追问, 他们说你还有个老情人, 死了。 跟白乔乔有什么关系? 首先, 我没有老情人。 其次, 白乔乔的姐姐是我大学同学, 毕业前夕我们班有一场聚会。 她顿了下, 敏纯道, 散场后, 有辆大货车失控, 朝我们转过来, 她把我推开了。 所以, 白乔乔的姐姐, 是我的恩人。 死前, 她托我照顾好白乔乔, 所以只要不违反道德法律, 我会尽可能地满足她一切要求。 她想进娱乐圈, 是我帮的, 不想拍吻戏, 也是我帮的, 这些我都承认, 可是再多地关心, 没有。 傅精把她和白乔乔的聊天记录打开, 递到我眼前。 傅先生, 今天太阳真好, 您吃早餐了吗? 没有回复。 傅先生, 今天下雨, 记得多穿衣服, 不要着凉。 没有回复。 傅先生, 我想演这部电视剧。 可以。 短短几年, 傅精说的话, 一个指头都数得过来, 而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傅先生, 今天回国吗? 回, 给你带了纪念品。 不用不用, 就是问问,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我轻轻嗓子, 憋憋扭扭地哼记, 他说你还帮他过生日。 我的助理给他送过, 他工作能力很强, 不光给他送过, 也, 傅精突然意识到什么, 瞬间闭上了嘴。 紧接着就听我干巴巴巴的开口, 是啊, 还给我送过, 谢谢你, 不然我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汽车安静地在夜幕中穿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轻轻贴了眼傅精, 发现他也在看我。 我突然被烫到似的收回了眼神, 现在误会也解开了, 白瞧瞧要怎么想, 是他的事, 只是刚闹完, 气氛有点尴尬, 我望着窗外, 紧张地抠手, 司机突然一个急拐弯, 我栽进腹精怀里, 他的手掌瞬间贴在我的腰上, 趁机拉近距离, 浅浅, 我没别的意思, 其实我很好奇, 你那天跟我说, 三个人在一起, 指的是谁? 我瞎说的, 说这话时, 我眼都不眨, 好巧不巧, 白瞧瞧给傅精转发了一组聊天记录, 手机屏幕亮起的灯光, 格外刺眼, 傅精毫不避讳地 当着我的面点开, 傅先生, 他其实有两副面孔, 您别被他骗了, 我心头一跳, 一组熟悉的对话跳出来, 姐姐早, 今天天气真好, 您吃早餐了吗? 吃了, 给你点了粥, 趁热吃, 姐姐, 今天下雨, 记得多穿衣服, 不要着凉, 谢谢宝贝, 姐姐, 什么时候来看我演戏? 今晚就去, 末尾还加了个贴贴的表情包, 车里陷入了死记, 我大气不敢喘, 傅精悠悠道, 行啊, 我这边没让他挨着半点, 江浅, 你挺热情, 我突然跳起来, 往那头窜, 被傅精一把抓住拖回去, 谁能不爱绿茶呀, 是吗? 傅精冷笑一声, 一口咬住我的耳朵, 感受着我的战力, 音策策道, 我放了你七年, 原本只等着你收心, 现在看来, 得谁聊谁的毛病你这辈子也改不掉, 夜深了, 客厅里开了一盏小夜灯, 他捏着我的下巴, 仔细打亮着我脸上的伤口, 疼不疼? 不疼, 他附在我耳边, 轻声说, 下次别跟人打架了, 有委屈跟我说, 有求必应, 我咕弄了一句, 趴在他肩膀上, 那我再多说一句, 说, 我羞涩地玩着他的领带, 我能跟你亲个嘴吗? 你上次亲的时候怎么没问? 喝醉了, 葫芦吞枣, 没品出未来, 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还没亲过帅哥呢, 这次认真一点, 傅京幽暗的视线扫过我的唇半, 可以, 还想做什么? 我兴奋地扑过去, 先亲再说, 第二天, 傅京准备出差, 我蹲在他的行李箱旁, 问, 真的不能带我一起去? 行程太赶, 我没法保证让你每天都有充裕的睡眠, 想起昨晚他的精神头, 我的脸红成了柿子, 慢吞吞地裹着毯子, 缩回到沙发上, 傅京收拾好东西, 走过来抱住我, 我不在的时候, 管住眼睛, 行, 他想了想, 又补充道, 女的也不行。 以前我自己过夜挺好的, 突然进入热恋期, 身边没了人, 还怪不适应。 深夜, 我坐在屏幕前, 慢吞吞地赶稿子, 突然屏幕斜下方弹出一则消息, 傅京与新晋小花白巧巧一国约会, 我心意紧, 点进去。 深夜, 一对男女相拥着走进酒店, 第二天清晨, 拍到傅京和白巧巧的正脸, 两人先后从酒店离开。 有人剖析了白巧巧的细节图, 他的右手腕上, 带着一颗用红绳串起的老山弹珠。 而傅京手上的那串不见了, 一时间舆论四起, 都在猜傅京可能移情别恋了。 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打, 对方的电话就打进来。 刚接通, 他开门见山, 没有的事, 别多想, 正在找人处理。 我困倦地倒在被子里, 悬着心放下来。 好, 那我先睡了。 浅浅, 干嘛? 没生气吧? 没有。 虽然没生气, 但多多少少还是郁闷。 进酒店的照片模糊不清, 男人的背影也不像傅京。 单凭一前一后出酒店的图, 根本无法令人信服。 可是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坚信这件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故事编得有模有样的, 还有人晒出了白巧巧的诊断证明书, 说这次傅京出国, 是陪着白巧巧看病的。 几天之后, 一件更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 我大姨妈没来, 白巧巧给我发附经测脸图的时候, 我正坐在厕所里, 对着鲜红的两条杠发呆。 明天是我生日, 她正在给我做生日蛋糕呢。 与此同时, 她还甩了一个异国他乡的地址, 要舞阳威道, 邀请你来吃蛋糕。 连日来积聚在心里的火气终于爆发, 我订了机票, 直奔傅京下榻酒店。 跨越好几个时区, 于当地的深夜, 我裹着单薄的风衣, 站在酒店楼下, 打通了电话。 浅浅, 傅京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 我搓了搓被风吹凉的脸, 你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电话那头一顿, 突然撂了。 一分钟后, 傅京大步迈出酒店, 飞快地锁定了我的身影, 朝我走来。 我的睫毛上湿漉漉的, 来的路上哭了一道。 傅京喘着粗气走近, 有黑的铜人耳里, 倒映着我的脸。 乖乖, 你说一声, 我就去机场接你了。 傅京捧着我的脸, 轻声慢哄。 连日来的委屈顷刻爆发, 我嘴一撇, 又开始掉眼泪。 谁又欺负你了? 我带着哭腔, 我没想到你会在上面扎个洞。 哪上面? 我低头, 在包里一阵翻找, 最后掏出燕运棒递给他。 傅京随意一瞥, 视线突然被黏住, 冷静的表情寸寸军烈。 他盯着上面鲜红的两道杠, 陷入了沉默。 很久, 声音低哑, 这是真的。 几分钟后, 河岸边传来我和傅京的讨论。 你没扎, 还是我扎的? 我气得脸都红了。 傅京放缓语气, 包住我的拳头。 好, 我们不讨论这个, 孩子你要不要? 我大呼小叫, 你敢扎不敢要。 扎男? 我要? 我可不给你生。 好说歹说, 我被傅京拽着回了酒店。 晚上躺在他枕头边, 我开始碎碎念, 我没扎, 你也没扎, 总不可能是商家的质量问题吧。 傅京听着我的分析, 一言不发。 我继续道, 都是大牌子, 也不可能, 那会是什么原因? 我突然顿住, 意识到还有一种可能性。 女方偷汉子了。 傅京抬眼, 幽暗的毛子里透出一丝犀利, 语调轻轻, 你非得逼我往这里想。 见我一脸愣正的表情, 他脸一黑, 把我拖过去抱住, 有些错失并不是百分百安全的, 我建议你闭上嘴, 安静一会儿。 等室内陷入安静, 到时差的疲惫感才渐渐袭来。 临睡着前, 我突然想起正事, 翻身做起, 气急败坏道, 白瞧瞧说, 你在给他做蛋糕。 傅京疲惫地叹了口气, 浅浅, 我不会做蛋糕, 我记得你不喜欢 有奶油的任何东西。 你怎么知道? 在我的灼灼目光下, 傅京重新睁开眼, 看着我, 你高中逛小卖部的时候说过, 我一本正经地开始算, 傅京大我五岁, 我上高一的时候, 他就在隔壁读大学。 啊, 你挖什么? 我趴在他胸口, 捏着一小撮头发戳弄他, 原来你那么早就暗恋我呀。 真算起来, 我和傅京, 大概也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我爸想让我考隔壁的大学, 我就打听了历届的学霸, 还从学校的通讯路上 弄到了傅京的QQ号, 匿名请教他数学题。 这个秘密我谁都没说过, 不过看样子, 他好像一早就知道。 傅京似乎知道我的疑惑, 叹了口气, 把我圈进被子里, 你的小号总给你的大号点赞。 看到我一头雾水的表情, 他任命地闭了闭眼, 摸摸头, 乖, 费脑子, 想不明白就早点睡吧。 快要睡着前, 我又哼记起来, 你转移话题, 咱们说蛋糕呢, 白瞧瞧哪来的照片呢? 不知道, 给他合成? 也许吧, 你可不能骗我, 浅浅, 睡吧, 已经有人去处理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被拴在傅京身边, 哪都去不了。 他谈生意, 我要跟着, 访问公司, 我也得跟着。 听见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太太怀孕了。 他说这话时, 面上不险山露水, 就等对方露出个惊喜的表情, 恭喜。 他在微微一笑, 回句, 谢谢。 一周后的夜晚, 我倚着桌子, 陪傅京开视频会, 正困得点头哈脑, 突然手机疯狂震动, 接起来, 是白瞧瞧的哭声, 姐姐, 你救救我吧。 我脸一拉, 我可不救你, 骗子。 说完挂了电话, 傅京用眼神问我, 怎么了? 我给他看了手机通话记录, 还没说几句, 白瞧瞧又打进来。 你烦不烦啊, 这次白瞧瞧的声音带上了恐惧, 谁能来救救我, 哭声里夹杂着鞭打声和惨叫声。 我和傅京对视一眼, 意识到情况不对, 傅京终止了视频会, 从旁边抄起外套, 披在我身上, 抓住我的手往外走。 你知道他在哪儿啊? 不知道, 傅京调整了一下我的防风帽, 我报警。 等警察发现白瞧瞧的时候, 他伤痕累累地躺在一处豪华的公寓里, 看到我, 一把扑过来, 呜呜大哭, 原本柔顺的黑发变成了一窝草, 谢谢, 谢谢你。 医生给他仔细检查过, 除了皮外伤, 某些部位还有受到侵犯的痕迹, 只不过因为他拼死抵抗, 没有让对方得逞。 白瞧瞧躺在病床上, 闭着眼, 隔一会儿就哆嗦一下, 睡都睡不安稳。 傅京从警察那边, 了解了事情的起因经过。 我跟白瞧瞧吵架后, 他找过几次傅京, 发现这么多年是自己误会了, 想另谋出路。 可前半生在傅京的庇护下过得顺风顺水, 那点小聪明在吃人的圈子里, 显然不够用。 不久前, 被一个娱乐公司的老板 骗着签了一份合同, 说要带他来国外发展, 刚下飞机, 就被扣留了护照和手机。 后续的一切, 都是对方针对傅京 搞出的一场舆论危机。 眼看我们俩情感稳定, 计划并没有成功, 对方迁怒于白瞧瞧。 要不是他脑子好, 把手机偷出来报警, 这会儿说不定已经遇害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刚要推开病房门, 突然听见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 确切地说, 是白瞧瞧单方面的控诉, 我不走, 我就要当演员。 男人冷笑一声, 你脑子坏了, 你才脑子坏了。 他一言, 语气生硬, 跟我去留学, 多少钱随你开。 我又不喜欢你。 男人静默了片刻, 突然炸了, 你不喜欢我你聊我。 每天早上问我吃不吃早饭, 天冷了让我加衣服, 白瞧瞧, 你告诉我, 你对我没意思发这个干什么? 合着他是群发呀。 白瞧瞧不说话了。 男人柔了柔凌乱的头发, 站起来, 冷冷地说, 行, 小爷, 要什么女人没有, 我真是贱, 千里迢迢跑来看你。 父亲拉着我往旁边一躲, 将我抱在怀里, 比了个尽声的首饰。 白瞧瞧, 乌乌, 里面叮光一阵响, 男人踹了门一脚, 草, 你他妈再哭个试试, 白瞧瞧哭得更厉害。 我急着往里跑, 他不能打人吧? 父亲拉住我, 再看看。 后面就没了声, 我趴在门上做贼式的仔细听, 门缝里传来两个人的小声咕弄。 行了行了, 我错了, 我没骂你, 你就是吼我了。 是, 我错了, 你打我好不好。 父亲趴在我耳边, 笑着说, 你懂什么, 那是情趣。 我被他拉走了, 一路上若有所思的样子。 刚坐上车, 我眉头眉脑地张嘴, 呜呜, 父亲一僵, 回头看着我, 你呜什么? 你不是说情趣? 我有情趣吗? 他闷唇, 摸了摸我的头, 忍了很久才说, 你挺可爱的。 后来, 白巧巧发布了退圈声明, 去留学了。 过了一周, 我们也终于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机刚落地, 傅京就拉着我直奔医院。 人来人往的门诊部, 我紧张地手心冒汗, 还是傅京淡定, 专心坐在一旁看合同。 我瞥了一眼, 哦, 合同拿倒了? 他可真行。 江浅。 护士喊了我一声, 傅京第一时间把合同贴给秘书, 利落地起身走过去。 拿到检查单, 傅京很久没说话。 我更忐忑了, 是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啊? 医生笑着对我说, 没有怀孕, 月经推迟的原因有很多, 目前来看, 你的身体很健康。 我傻眼了, 可是厌孕棒, 他笑了, 小姑娘, 三无产品不可信。 谢谢。 傅京十分淡定地 领着我从诊室里走出来。 秘书抱着两罐奶粉, 公事公半道, 副总, 奶粉需要处理吗? 不用, 早晚用得着。 说这话时, 他笑得一脸毛骨悚然, 于是我又逃走了。 怎么, 你俩吵架了? 闺蜜问, 不是, 我躲债。 什么债? 我战红着脸, 一脸尴尬。 想起在异国他乡的夜晚, 我乐颠颠地钻进他的被窝, 热乎乎地贴在一起, 哥哥, 难受吗? 父亲闷哼着把我困在怀里, 没好气地言语, 行啊, 母瓶子贵了。 我笑嘻嘻地在被窝里拱来拱去, 我给你表演个蚯蚓吧。 他笑容发僵, 先欠着, 等什么时候卸了货, 再还我。 几天之后, 我在一处商场门口, 被赋经当场擒货。 救命啊, 我声音打颤, 被他无情地拎回了家, 大门一锁, 丢进了卧室。 这位同学, 今晚有没有解不开的数学题问我, 想起当年他对我爱答不理的模样, 我兴奋地尖叫一声, 就被他抓进了被子里。 由于我的频繁挑衅, 后来结婚的时候, 肚子里揣了个针的。 结婚当天, 父亲嘴角一整天都没有放下来, 颇有些春风得意的味道。 我喝不了酒, 所以只能由他代劳。 当晚回家的时候, 距离家还有一段路, 他牵着我下了车, 说要走走。 天上正在飘雪, 我趴在父亲的背上, 身上裹着他的羊毛大衣。 路灯之下, 映出了我俩的影子。 一个人的背上, 鼓起高高的一坨。 我盯着影子, 突然笑了, 父亲, 你看咱俩的影子, 像个老王八。 说完挥动着四肢, 像王八的四条腿。 笑声在雪地里跌宕起伏。 他也笑了, 就这么背着我, 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我总觉得, 很久以前就见过他, 可是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我软软地枕在他肩膀上, 抱住他的脖子。 你说, 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保密, 夫妻不能有秘密。 就喜欢了, 没有原因。 我才不信呢, 你应该是看上我的钱了。 是啊, 看上你那个一年赚不了俩子的杂志社, 我要靠老婆养的。 我贴在他的脖梗, 热乎乎地, 渐渐地眼皮开始搭了。 父亲呼出一口哈气, 网上搓了搓我, 报紧, 将浅。 嗯, 新婚快乐。 三中的课间操, 足足有四十分钟。 年级主任病了, 请了半个月的假, 三中像开了闸的羊圈。 一到下课时间, 跑操的人寥寥无几, 而大篮球场的观众席上, 却挤满了人。 这天, 数学课代表把江浅从观众席拎出来, 凶巴巴质问, 你作业呢? 江浅可怜地缩了缩脖子, 落家了, 明天交行吗? 课代表板着脸, 你根本没写。 江浅急了, 我真写了? 就是没带, 明天一定交。 其实老师也不一定看, 谁交谁没交, 全靠课代表一张名单。 算了, 差生都这个理由, 我直接跟数学老师说了。 课代表大公无私地转身, 一副他没救了的表情。 江浅一把拉住他, 有事好商量, 你少贿赂我。 江浅急得一脑门子汗, 左顾右盼, 突然眼前一亮, 我给你要他签名。 不远处的少年似娇羊, 绚烂夺目, 轻轻一跃, 露出衬一下迷人的身材, 令全场女生大叫。 就你。 课代表不屑一顾, 诚然他也喜欢那个学长, 可是要签名, 开玩笑呢。 你等着。 江浅怕急了叫家长, 这么一笔, 跟人要个签名, 有什么难的。 他上午没等着, 放了学继续等, 终于在傍晚, 把他堵在篮球场门口。 傅京, 走不走啊。 路过的室友看到这个场景, 开始起哄。 傅京里都没理, 而是打亮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丫头骗子。 一双小鹿似机灵鬼巧的眼睛, 偏又一身乖巧的书生气, 漂亮又乖顺, 不像是能做出当众告白这种事情的女孩子。 傅京疏离地问, 有事。 江浅掏出笔记本, 又往他手里塞了个东西, 我买你个签名。 傅京展开手心一看, 皱巴巴的五块钱, 吃笑一声, 咱俩很熟。 江浅脸通红, 可怜巴巴地说, 求求你了。 要我签名干什么? 江浅没说出来。 傅京也不可能给, 在白纸上签名, 谁这么蠢。 那天, 江浅就一直跟在他后面, 像个尾巴。 傅京走了一路, 他就跟了一路。 经过一个小卖部, 数学课代表远远叫了他一声, 江浅, 我签名呢? 拿不到我就告老师, 说你没交作业。 江浅下意识往傅京身边一躲,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正要呢。 傅京的注意力, 再次被吸引过去, 淡淡贴了刻代表一眼, 又问江浅, 他欺负你。 江浅没说话, 傅京拎着他转了个盖, 刺了, 拉开他的书包, 掏出笔记本, 又抽出一支笔, 刷刷两下, 行了。 江浅抱着他扔回来的本子, 傻傻地盯着鬼话符, 列出一个笑容, 谢谢哥哥。 傅京眼皮一跳, 扯扯嘴角, 蠢蠢的, 真好糊弄。 当晚, 傅京回家吃饭, 隔壁的窗户里传来一对年轻夫妻的争吵, 顺着声音望去, 白天跟他打过交道的女孩子缩在窗边, 低着头, 像个小刺猬, 把自己的作业本护在怀里, 奋笔疾书。 夫妻俩就站在旁边当面吵, 女人不知道被丈夫哪句话刺激到了, 冲到她的桌子边, 强横地抽出几本作业, 摔到男人脸上, 你请家教来, 是为了跟你偷情, 还是为了给他补习作业? 他要真的心无旁骛, 将前的成绩能烂成这个样子。 女孩子小心翼翼地伸手去够, 吓一秒, 啪, 玻璃瓶摔在桌檐上, 碎片蹦践。 他吓得色缩一下, 重新归缩回角落, 沉默着一言不发。 女人发疯一样, 两三下把作业撕成了碎片, 扬在空气中, 飘飘散散, 像雪花一样。 有几片, 摇曳着, 落在复经的手边。 是没写完的余贤定理。 他突然想起另一个女孩威胁江浅的话, 再不交作业告老师。 果然, 第二天傍晚, 他又红着脸, 把他堵在巷子里, 给了十块钱, 和一张贺卡, 能不能写个生日快乐? 这次复经没说什么, 痛快地写了。 自始至终, 他没在意过他的名字, 也没认真看过他的脸, 只想安安静静地跟作业做斗争。 长期住校的复经, 在那个学期赚了兴, 频频往家里跑。 隔着被风吹起的窗帘, 他已在窗户边, 看专业书。 江浅就趴在书桌前, 挑灯夜站。 那时候, 巷子里离得近。 复经能看见细密的汗珠顺着鼻尖, 滚下来, 风扇吹得他头顶的呆毛摆来摆去。 他很努力。 可是, 复经找人打听过, 他的数学成绩很差, 差到离谱。 估计跟长期父母争吵有关系。 玩不成作业就会挨批, 间歇性地落下进度。 高中的东西, 落下一点, 再想追平, 难上加难。 那个夏天, 他就看着小姑娘奋起直追, 却怎么都追不上。 某天, 他的QQ号上收到了一条好友请求, 90年代的头像, 性别难。 备注, 问你几道题, 不信你能解。 本想拒绝地手停了停, 这种笨拙的激将法和语气, 莫名让他想到了一个人, 于是鬼使神拆点了同意。 将前靠激将法, 抓住了救命稻草, 隔三差五把课后题发来。 从一开始弱智愚蠢的问题, 逐渐进阶到拔高题。 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上, 沾满了汗水和泪水。 从那时候起, 夏日的夜晚, 安静的巷子里, 有两个人会守着沉寂的夜色。 江浅觉得, 他有了一个守护神。 江浅高二的那年暑假, 对面的邻居搬家, 他拿着期末考试的数学试卷, 停在楼下, 兴高采烈地把分数拍给他。 谢谢你。 这次期末考, 进了班级前时, 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呢? 坐在二楼的附近, 贴了眼楼下的小丫头, 回了句, 不用了, 我要出国了, 以后祝你顺利。 小丫头头上那朵呆毛, 沐浴在黄昏里, 莫名地有些萎靡。 那是他们学生时代最后一次交集。 后来, 江家的生意也做大了, 渐渐与傅家有了合作。 第一次吃饭, 江浅跟着他爸爸走进来, 对着他喊, 傅先生。 傅京的眼神扫过他的脸, 淡淡地回了句, 你好。 他没认出他。 双方父母有意无意地 要撮合一场商业联姻。 他埋头吃饭, 没什么反应。 傅京仿佛见到了很多年前, 父母吵架, 他两耳不闻窗外时, 着急赶作业的样子。 他从来没反抗过, 确切地说, 他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但却像一棵坚韧的小草, 力所能及的摇曳和快乐。 傅京想, 那就给他一片自由的天空, 看他肆意生长到最后, 能变成什么样。 订婚七年, 他工作之余, 一直在默默关注他。 小草很快乐, 他始终耐心地 等着幼苗发育长大。 终于在第七个年头, 他爬上他的腿, 问哥哥, 结婚吗? 好色之徒, 掉入了他编织好的陷阱, 从此再也逃不掉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